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单层的非常可爱迷你的小房子 而且在Sarmerlin哦 Sarmerlin West,它的学区 小学,中学,高中都是可以说最好的 你们看到最后啊 上面有写的 这个小房子 在Tarston上 区号是89138的 一路开过来都很美啊 社区规划和街道很美 大大小小周边都是公园 房子也很可爱,像个小城堡 06年建的 地大呢3920次 地税每年摘2440 HOA呢每个月是145 这个房子的旁边,看着吗 就是社区的小公园 有椅子啊,有炒地 可以玩啊,可以聊天啊 街道是这样子的 它呢 哦,便宜哦 42万5千 42万5千在Sarmerlin买Single House 还是三房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多稀缺 它是独立屋啊 它可不是Condo 但它问题也有弱点 它没有拽无味的 等一下看到后边车库 你就看到了 一进去 一进去左手边 两间客房 一间客位 窗都是关的 就是窗外都是有一些 绿化 尺寸也不小 老实讲 一点都不挤吧 卫生间也有窗 可以通风偷气的 房子的condition都挺好 如果是出租也 用不着重新装修了 就是不喜欢地毯呢 换一下防水地板了 什么的 自己租也挺好 这不是价钱便宜吗 右手边是主卧 和洗衣房 小学就是那个 传说中的十分小学 现在我看有Zillow 给打九分的 不一样啊 但是这个小学 是非常有名的 我认识好多人 他家小孩 都在想办法上 那个小学 关于学分 自己一定要好好调研 每个网站 给出的都不一样 但确实是 传说中最好的 就在这个学区 中学高中也都是 所以为了孩子上学 可以考虑这里 还有那个退休的 退休主 你们不是老要找 四十万出左右的 小房子吗 还在沙莫林呢 你不想多花钱 又是度假屋 怎么样的 可以看一下哦 这种房子 我觉得 现在上市两天 很快就会卖掉 如果有兴趣 你就找我 客餐主 也是开放式的 condition也挺好 真的不用重新弄了 窗也挺多 挺亮的 没有抽油烟机 这个如果是开火很大的话 真的要装一个 或者怎么样 或者在后院里 什么都没有 可以做个炉头 什么的 它的车库挺特别的 是两个车库的 你看多亮的 但是分开两个门 两个车库都是 各自有一个门 然后各自通进厨房 这样子 其中一间呢 大一点点 可以多放一些杂物啊 我觉得可以装一些柜子 什么的 这个 它的垃圾桶 热水炉都在这里 挺高的 上面可以做一些储物架啊 后院 旁院 这等于是它的旁院 后边呢 旁边就是公园 公园是很美了 但是就是没有private 如果你非常care private 那不适合你的 如果无所谓 又觉得风光很美 全是鸟叫啊 我坐在那一会儿 感觉特别舒服 全部都是鸟叫 好自然啊 后院也没有种花种草的 你不需要打理了 退休主 偶尔来租一下 经常回老家的 可以考虑这里 我觉得 这是它 车库进厨的地方 它没有拽物位的 这一条街 两边都有房子 都有车库 没有拽物位 人家房价低啊 小区里边的样子 停车还是有一些密集 但是呢 挺多地方可以停车的 我觉得都还没问题 这是它后院 那个小公园 大树炒地 我坐在那一会儿 我感觉舒服极了 心灵都有点疗愈 没事就在小区里 逛一逛 散散步就很好了 HOA 145 这个小房子是 1316尺 2006年建的 开价425000 我在社区外边 这个可以走路顺着 街道就能来到 这个大公园 这个社区是很有名的 Paseos 怎么翻译 我还没搞清楚 Anyway 它的社区大公园 很多球场啊 小孩子玩 草坪大的很 这个公园对面 又是三不林 非常有名的 非常多的那种 步行的trial 步道吧叫它 步道公园 就顺着这些步道公园 你可以 直接走路通往各个小区 三不林的规划 就是这样的 我最喜欢它这一点 很长的 绵延很长的 很美 还有高高低低的坡呀 这样子 走不动了 拍一拍 前面就行了 这里离红石公园 很近了 开过去 六七八分钟吧 我感觉 三不林当趟也就是 五六分钟 Costco都这个距离 公园旁的家 都是大一些的 喜欢这种环境吗 还有这种小房子 毕竟房价低呀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大房子的 每家需求都不一样 我觉得退休族 和家里有小孩需要上学的 你们完全应该参考这个小房子 如果预算是这个标准的话 学校在Z楼上的评分 应该是调查顾